我在听 你在吗 他是谁 是谁在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 请把新门打开 让他进来 欢迎收听张汉阳 为您制作主持的 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自 敲门 大家好 我是钢琴诗人王俊杰 音乐对我来说 就是当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 都可以透过旋律表达出来 大家好 我是视障心理师朱行仪 对我来说 音乐就像是 可以最穿透人心 可以触摸到人性 最深处的那一个秘密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汉阳 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 汉阳现在就来欢迎 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 一位是汉阳的老朋友 钢琴诗人王俊杰 俊杰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汉阳哥好 另外一位来宾呢 是汉阳的新朋友 自商心理师朱欣仪 欣仪你好 汉阳哥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 是透过Live Phone的方式呢 来进行节目的对话 那虽然不能面对面呢 但是今天要带给 听众朋友的主题呢 相信也是大家 在现在这个阶段呢 应该是非常需要的 今天俊杰跟欣仪呢 要跟听众朋友 一起来分享的是音乐疗愈工作方 到底什么是音乐疗愈工作方呢 我们会慢慢慢慢地告诉听众朋友 不过在目前这段疫情严峻的时光里呢 相信每一位朋友都需要疗愈 包括俊杰跟欣仪 对不对 非常需要 好哦 所以呢 我们在疗愈别人之前呢 要请两位嘉宾哦 先跟听众朋友分享 嗯 这个三级警戒到现在好 已经也将近五十天的时间了哦 那我想先请俊杰跟听众朋友分享 在这段无法外出的漫长时光里 你是如何调适自己给自己最好最适当的疗愈呢 其实这个将近五十天的时间啊 我真的没有出门 我唯一出门几次大概都是 为了想要出去感觉一下外面的世界 然后出去倒垃圾哦 不然就是呃 跟我太太去买一下东西 那其他时间我完全没有出门 然后我一开始啊 以为我可能是熬不住的 因为我在这之前其实我虽然我看不到 但我的工作还是常常要出门的哦 其实这这将近五十天的时间呢 呃 第一个我的工作全部停摆了 然后第二件事意味着 也就是说这将近五十天的时间 我是没有收入的 那一开始的前十天 一开始的前十天坦白说我是有些焦虑的 因为我第一个我不知道这这件事情 就这个状况要多久 然后我原本的安排原本的状况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我们该怎么样重新部署啊 重新去调配 坦白说原本我可 我是即将要发信专辑的啦 然后然后那十天坦白说就很焦虑 呃有些焦虑啦 就是因为我看不到 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 但是我知道 因为去年我们有这个经验嘛 去年年初的时候 呃一文团体的活动也都全部的取消 取消到我印象很深 就是一路呢第一个活动就是海洋哥找我做的活动 是五月的时候 我记得我那时候遇到音响公司我还问他说 你多久没有做活动 他说我跟你一样第一场 音响很深刻 所以有那个经验 有那个经验 所以呃那时候调试的还不错 所以今年也觉得应该可以调试的很好 但是因为这个事情来的既快又急 所以也花了大概十天才做了做了一个调整 那其实我都会跟自己也跟经常最近都跟周遭的朋友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要先确定一件事 就是这个疫情 然后现在整个事情是这样 你没有工作 你没有没有收入 要记得那不是你的错 一定要记得那不是你的错 那不是我们的错 那我们都没有错啊 我们就不要生起一些奇怪怪的念头 日子好好过先过完日子再说 然后我的朋友说啊没有收入怎么办 我说说真的因为不是我们的错 该借就去借吧 对我说我真的这样跟我朋友们说 就是先吃饱饭 然后呢先给自己不用担心 那其他的时间多出来很多时间可以做是真的蛮多的 其实我觉得我这我这几个礼拜在家 我好像也没有选择 虽然做的事情是没有换现金 可是啊 比如说 至少我就可以照三餐好好吃饭 然后我就可以好好睡觉 然后我就可以让自己有多一点的时间 整理我之前没有时间整理的各式各样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最好玩的是 我觉得我跟我家人很熟 但是好不容易四十几天大家都降在一起 你就会发现说熟也很熟 说不熟其实也不那么熟 就蛮多新的体验的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特殊的过程 俊杰呢 大家叫他钢琴诗人 是一个百分之百的音乐人 刚刚说这段时间呢 工作停摆没有收入 那也只能用调试的心情 让自己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 包括原本要进录音室 录新专辑的工作也都必须暂停了 那俊杰呢是亚洲首位先天全忙的音乐剧编曲 及乐团的指挥 曾经入为金曲奖及金音奖的台语创作歌手 有25年以上的编曲制作 还有配乐的相关经历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来宾之一 钢琴师人王俊杰 而接下来呢 我想请朱新颖跟听众朋友分享 新颖呢 她是台湾第一位取得两岸资商 证兆重度视障者 同时呢 她也曾经获得杰出心理师奖 十大杰出青年奖 每一年演讲进百场的生命教育讲师及心理师 好 作为一位资商心理师 平常都是用自己的专业去疗愈 协助别人 但是自己在面临这一段疫情严峻的时刻 新颖你又是怎么度过的呢 谢谢小汉阳哥 老师说我觉得疫情 这波疫情来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 就是对于疫情本身 我好像觉得 这就是一件事 我们大家必须面对 必须接受 但是我觉得 当我真的身处于这样的疫情 除了开始要感觉到 我需要面对好多改变 而事上者我觉得 在适应新的改变的时候 真的是好多技术上的困难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改成线上资商 要改成线上团体辅导 改成线上课程 就是所有的一切 我们都需要经过好多的适应 然后又是有时间的压迫性 然后接下来我又因为觉得 在这个时候疫情人心惶惶 最容易动荡不安 而我这个小小的心理师 可以为社会做的事情 好像很微薄 我就是只能用我的自媒体 尽量去分享一些 我觉得比如说 怎么样去安抚别人的焦虑 怎么样照顾自己的心情 或者当别人确准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关怀他 或者是当自己面临 这些焦虑的心情的时候 可以有什么方法 来让自己定心 我就做了很多这样的podcast 写了很多这样的文章 我会发现 我有一阵子 应该讲说就上一个礼拜 真的就开始很明显的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阵亡了 就是我开始一直去关注着 别人的需求 回应着社会的需要 然后还有时间的压力 还有自己工作上面的改变 我好像已经没有办法 有心力去觉察 我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所以对我来说 这个礼拜就是我一个 重新再回头来 省思我自己的生活 省思我自己的生命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疫情 对我来说 是一个我要付出 但是我更要去珍惜我自己的人 所以我现在在我的书桌前面 就写了一个很大的标语 他就说 我写的是说 越认真的人 越值得好好对待自己 我希望我自己就是 越认真的人 越值得好好对待自己 哇 我谢谢欣宜的分享 越认真的人 越值得好好对待自己 这也是因为疫情期间 所得到的一个领悟 那平常呢 都是用自己的专业 不管是心理资商 或者是音乐 去帮助别人 疗愈别人 但是在此时此刻 俊杰跟欣宜都谈到了 适应这两个字 怎么样让自己和平地与自己自处 倾听自己的声音 当所有的时间停止下来 我们的脚步也缓慢之后呢 或许这也是让我们自己 亲近自己一段最好的时间 那以上呢 请俊杰跟欣宜分享 他们如何在这段时间 自我疗愈的方式 无非呢 也是将会在接下来的单元里面呢 慢慢地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朱欣宜还有王俊杰 这两位好朋友呢 他们共同开发 发响的一个音乐疗愈工作方 这是一个公益计划 也希望说 能够透过这样一个工作方呢 带给需要协助 特别在心理层面需要帮助的朋友呢 有一个出口 那更是透过音乐的创作 这也是汉阳今天非常觉得好奇 对我很有吸引力的一个部分 怎么样让自己说一个故事 属于自己的故事 同时又唱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曲 相信听众朋友听到这样一个主题呢 应该也会觉得非常的好奇 那我们在第一个单元呢 聊到这里 想要先来选拨一首歌曲 这首歌曲呢 歌名叫做 《放心的沉默》 那也是欣宜跟俊杰的作品 俊杰可不可以先跟听众朋友 来介绍这首歌曲呢 这是当时欣宜写的一段文字 类歌词的文字 然后我帮她整理成完整的歌词的格式 然后帮她谱上去 我不太记得她这首歌为什么会诞生 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想的就是 当她在做各式各样的分享和演讲的时候 她会很好用 就是很明确的 她可以带到她的家庭 她的生活 欣宜来聊聊这首歌好吗 《放心的沉默》 这首歌真的很好用 就是真的谢谢俊杰 这样帮我去打造这首歌 她之所以叫《放心的沉默》 就是那时候我和俊杰要合作 也是一个类似像音乐疗愈工作坊 就是用音乐和我的心理专业 一起来结合的事 那俊杰那时候就很希望 我唱一个我的心情的歌 那我就说我不知道怎么办啊 她就说没关系 你就把你现在此时此刻最想分享的 你觉得你最有感觉的 你就写出来 所以我就写了我的家 我的家里面就是我不想说话 我回到家的时候就很想放心的沉默 沉默就是真的不讲话 因为我在外面的话 很多很多不管是做任何工作 我都一直在讲话 可是回到家以后 我就呆呆看着傻傻笑着 然后就看着他们就觉得好温暖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 都可以找到一个 疏解自己的压力 或者是一个让自己安心的角落 那不一定是在家 可是有可能我们都可以找到 这样的一个最好的陪伴 还是知情 所以觉得这首歌非常有意义 欣宜非常善于疗愈别人 而俊杰的强项就是 很会启发别人唱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这首 放心的沉默 来自朱欣怡的歌声 我们一块欣赏 下期片刻 《汉阳将继续访问》 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 王俊杰还有朱欣怡 我们待会见 《汉阳将继续访问》 《汉阳将继续访问》 结束了一天的忙碌 《汉阳将继续访问》 《汉阳将续访问》 《汉阳将继续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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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说话 我就是要 一直感受着 这样呆呆看着 这样傻傻笑着 是你们给我祝福的温度 我不想说话 我就是要 一直想说着 这样温暖天下 这样自在放松着 如果你也曾相信我 为我感动过 那是我的家 给了分心的沉默 所以我可以更宽阔 感谢观看 也许回到家的我 只能够吃这一个人的晚餐 也许回到家的我 为了明天还要跳的夜站 其实回到家的我 就喜欢静静坐着和你们一起吃饭 其实回到家的我 就喜欢享受不必说话的幸福平凡 听你们懂家常 喜家的宿舍节生活的片段 我不想说话 我就是要一直感受着 这样呆呆看着 这样傻傻笑着 是你们给我祝福的温度 我不想说话 我就是要一直享受着 这样温暖拖着 这样自在放松着 如果你也曾相信我 为我感动过 那是我的家 给了放心的沉默 所以我可以更宽阔 所以我 变得更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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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生台北一条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当音乐来敲门 我是张汉阳 借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 他和他的音乐 乘风飞起 只为了在一片乐图落脚 在那里 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 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 再度乘风飞起 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 他和他的音乐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当音乐来敲门 我是张汉阳 今天的节目来宾是 钢琴师王俊杰 以及资商心理师朱新怡 那么在刚刚欣赏 放心的沉默的同时 我们私底下也在聊一个 话题叫做打坐静坐 在这个时间点 似乎也是每一个人居家生活 可以尝试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俊杰 没错 没错 其实要大家静坐 可能大家会觉得好难 因为 我就会坐着坐着 我就想睡觉了 然后我也不知道 我坐着 然后我应该想什么 我该做什么 那我觉得这样好了 就是说 我们把它简单一点 来描述这件事 就是至少 你可以养成两个好习惯 第一个就是深呼吸的好习惯 我们通常大多的人 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的呼吸都很短 然后很急促 所以我们没有深呼吸的习惯 那深呼吸这个习惯 不只可以创造你的心肺功能 还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变得稳定 而且让你有足够的含氧量 然后这个是对于身心 很好的一件事 那第二个 至少第二件事就是 我可以让自己身体放松 然后姿势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忍不住 可能坐在电脑前面啊等等 我们就会驼背啊 我们就会歪一边啊 或怎么样子啊 那至少透过 简单的盘坐的那个进座过程 让自己呼吸 然后你还可以矫正一下自己的姿势 然后让身体慢慢的放松下来 光是这两个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不错的CP值 谢谢俊杰的分享 我特别补充一下呼吸这件事情 好 因为在心理学里面都说 呼吸是你唯一可以跟你身体沟通的语言 因为像是我们自律神经 你看血压 我们控制不住吧 我们控制不住我们的心跳 我们控制不住自己的肠胃 因为这些都是自律神经 而呼吸是唯一一个自律神经 我们控制不住 但是我们又可以自主 就是我们可以放着它 但是又可以自己呼吸 对 所以它是我们跟我们身体沟通的 最重要的语言 用呼吸来告诉我们说 你现在好吗 所以俊杰也常常提醒我 因为我很容易急 我一急的时候 我就会呼吸变得很短很浅 然后可是你真的 去有意识的 去开始让自己深呼吸的时候 那个心和身体都会觉得 哦 原来你现在是平静的 你现在不用那么紧张 所以说到这个啊 就跟亥阳哥和大家分享一个 最简单的静坐方法 也就是你坐下来 然后你不一定要盘坐 你也可以安详的 很舒服的坐在椅子上 或者是站着都可以 那你就自己开始深呼吸 然后呢 深呼吸之前 当然要先帮自己把肩膀啊什么 就是确定放轻松的以后 你就开始数 每一次 数十个就好了 也不要多 那十个就是很慢很慢 然后很专心的 一天能够专心的数一个 十次的深呼吸 就很厉害啊 对 真的 一天十次就已经很厉害了 感觉我们像推销小姐 我特别也在说 那个心理学我们叫做正念 正念不是正念的念头 那个正是指活在当下 呼吸就是最简单的正念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 到底要怎么让你自己静下来 或怎么样呼吸 现在不管在YouTube 或Podcast上 你只要搜寻正念这两个字 哇 那个都是满坑满谷的东西 大家都可以跟着 一起来做练习 好 谢谢两位 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听到我们这一集节目 真的是听到就赚到了 以上呢 两位节目来宾呢 跟我们分享的静坐 这件事情带来的好处 那感觉我们好像已经进入一个 疗愈的里程了 是不是 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谈的呢 特别是针对音乐疗愈这件事情 朱欣宜还有王俊杰呢 他们共同企划了一个叫做音乐疗愈工作方 这个计划呢 我想接下来就请两位跟听众朋友分享 那到底是怎么样开始的一个起心动念 想要做这件事情呢 欣宜先来好 好 我先来 好 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我来说 因为是一个心理师 我们也一直在找疗愈的方法 我觉得语言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就是语言可以翻转很多人的力量 但是我也发现语言有它的局限性 就有时候比如说我做个别资商 因为我们的语言的确你看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语言 每一种文化也有它自己的语言 有时候发现语言没有办法那么精准的去表达 或者是语言没有办法精准的去贴近 总是会有一点点小隔阂 所以我就是一直在想说 怎么去让这个疗愈真的能够很快的进入人的心理 那我觉得有几次跟俊杰一起的合作 我们来带类似像音乐疗愈这样子的工作坊的时候 就会发现我来帮助我们的参与者们开始打开心 他开始能说他自己的话 然后在那个放松的环境里面 然后他开始把他自己的心情变成一个歌歌词 然后再由俊杰用音乐的方法让他即兴地 能够去用音乐传达自己的东西 你就会发现好多的结 他本来的结都已经自己松开了 就是他从唱歌唱着里面 他自己就松开了自己的结 就是音乐去触碰他自己最深的那个地方 而不是我去带给他什么疗愈 对所以我觉得哇 这才是一个人可以产生最好的自愈力的地方 而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 就是这样子的疗愈 俊杰可以接着延伸刚刚信玉所说的这样一个概念 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 海洋哥让我们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这四十几天快五十天来的生活 这几十天来听了很多故事 然后亲身经历遇见很多故事 最常遇到的最近最常遇到的故事就是 我们都需要吃三餐 我最近都在努力的买朋友们的东西 这是第一个就是我有很多朋友啊 好几位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他们跟我一样暂时没有收入 但是呢他们就需要找出入找出口 于是呢有那种大设计公司的老板呢 就转行卖海鲜 那卖海鲜也不是他的本业啊 所以他就本来很会做设计 你就看他就是一个很会social的老板 突然卖七海鲜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讲 然后呢另外呢也有录音师 录音师转行卖肉品 对然后呢他们都做了一件事叫做轻送 就是比如说他们都在大台北地区 所以他们就是你买了他们就轻送 就是他们讲我们用台语说 就是每天能够有多少收入 就是多少收入 我的那个朋友啊 卖海鲜的朋友说他只有一个心愿 他说他想要每个月在这一段期间 都让他的员工可以拿到足额的薪水 他只有这个心愿 那我还有一个朋友 一群朋友他们是护理人员 还有药师 他们每天说的故事啊都会让人觉得 有血有泪的 比如说我一个朋友 跟我们分享他的生活 他是护理师 他每天有一件事是不变的 就是说他一到医院以后呢 穿上两件的隔离衣 然后呢 戴上那个兔宝宝装嘛 然后穿连鞋子都要换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他很快的 那个我们知道那个里面其实都有冷气 都蛮凉的 蛮冷的 可是很快呢 他全身里面都是湿的 连眼镜里面呢都是湿的 湿到他眼睛会睁不开 不能闭上因为闭上那个眼 呃汗水啊就会 弄到眼睛你就会眼睛就会很刺很酸涩 然后呢 一样的事情等到下班以后把那个 装备一拖的时候那个 我们先不要讲装备一拖那些汗水啦 不用讲我们讲眼镜一拿 他说那个眼镜直接 反扣那个水就可以倒在地上 嗯 就是我们一直在接触很多让我们受不了的讯息的时候啊 但是有一群人在这样做事 嗯 那我是一个音乐创作者 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 对我来说我都在听这些故事 然后在想我可以做什么 坦白说我能做的事情不多 顶多就是写歌嘛 然后未来在表演的时候把这些故事跟很多人分享 然后把歌唱给大家听 呃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那跟欣宇聊起这件事 因为我们在很多年以前我们做过类似的事情 那我擅长的是吉星 那海洋歌也也这个海洋歌也很熟啦 就是我们像我们去年在做那个 更生保护会的活动的时候 对或者前年 其实我们也都现场陪伴很多的个案 然后他们说了他们的故事 也许用几句话 然后把他们几句话的文字加上旋律 那我觉得旋律很奥妙 旋律本身就是一种感情 那文字 呃我们这么说好了 有好的文字 没有好的旋律 它就变 它就不像一个故事 但是呢 有感人的文字 加上一个 切合当下的旋律 它就会是一则立马成型的 而且有律动感的小故事 那于是 呃我就想我跟欣宜就讨论说 也许我们就来透过欣宜的资商专业 加上我的现场的观察力 我们就来跟 考虑来跟更多人的互动 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让每一个人心中的一个小故事 放大 然后释放 不只可以感动别人 他同时也可以通过这个形式 让自己还有周边的人被疗愈 嗯哼 所以这样的一个计划 呃已经有尝试做过了吗 这个计划其实在过往我们做过 嗯 在过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有做过的经验 所以我们才会想说在这个当口啊 嗯 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一个曾经 实验过操作过 实战的模式 嗯 拿来服务别人 嗯 所以我们就想要选择的第一类是 医疗人员 包含啊 医生护士啊 或者是第一线的药师们 嗯 是 我们等一下在下一个单元后 会请两位跟大家分享一下 俊杰刚刚说 这样一个计划呢 曾经实在操作过啊 到底现场是怎么进行的 然后呢 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参与之后的回馈又是什么 真的能够只要说出自己的心情故事 就可以写唱一首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的歌曲吗 我们在下一个单元呢 想要请两位来跟听众朋友继续分享 那现在呢 想要选拨一首是俊杰 呃 创作及演唱的歌曲 叫做平安之歌 俊杰在欣赏之前 先跟大家聊一聊这首歌曲 我想这首歌已经直接破题了啦 就是 这个时候啊 嗯 没有什么比平安更重要了 嗯 就是 我想这首歌 也就是希望我们 在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个人 呃 请好好照顾你自己的心 好好照顾你的身体 爱平安 真的 平安 我们去面的时候 我们一起碰到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互道恭喜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笑容 嗯 真的真的 嗯 好 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也把平安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以后来欣赏 上次片刻 汉杨将继续访问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 我们待会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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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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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我们自己作梦 唱一首歌就作希望 我们的歌声给你 月轻哭担 我们的唱歌送给我们的小孩 让他有缘欢都有缘走 我们的唱歌送给一地土地 多少唱出我们心来的感想 爱有缘情希望就有缘度 寂寞贪欠缘就在家 爱有缘情希望就有缘段 平安的歌映缘唱卫山 Zither Harp 正声台北一条平台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当音乐来敲门 我是张汉阳 借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 他和他的音乐 乘风飞起 只为了在一片乐图落脚 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 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 再度乘风飞起 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 他和他的音乐 欢迎听录朋友继续收听 当音乐来敲门 我是张汉阳 今天的节目来宾 是钢琴师人王俊杰 以及资商心理师朱兴仪 那么俊杰呢 他是因为视神经萎缩 先天全盲 但17岁就靠着坚定的意志力 向音乐圈证明他的音乐才华 而朱兴仪呢 是17岁那一年 因为一颗8公分的肿瘤 使兴仪眼前的世界 从光明一瞬间化为黑暗 那加上幼耳全聋 以及半边之体 不协调的多重残疾呢 而面对截然不同的人生脚步 但是呢 他从我想死 到我要好好活着 坦然面对生命的不完美 却走出一条上天赋予他 更重要的任务就是担任自商心理师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要请朱兴仪还有王俊杰 接着跟听众朋友分享 刚刚有稍微已经聊到的 音乐疗愈工作方 特别在上一段 俊杰聊到了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他们的辛劳 或许在接下来 如果疫情解封 能够有实体的群聚活动的时候呢 也许这可以帮助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让他们尝试一场身心舒畅的洗礼 那刚刚有提过 这样的计划呢 曾经实验过操作过 那就请俊杰先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好吗 就在多年以前我跟辛怡就是有一个大胆的想象 就是说呃 我们透过辛怡的专业的资商背景 加上我的音乐还有我现场的集星能力 那我们想要创造一个事情 就是让现场当时参与工作坊的每一个人呢 能够透过资商师的带领 然后说自己的故事 或当下那段时间自己的压力或心情 然后最后呢再把自己的心情用一些简单的文字 来呃像歌词一样的呈现 那文字是自己来的齁 自己投射于自己内心的文字 嗯 然后我们做的事情更大胆的是 我们邀请每一位呃参与工作坊的人 自己唱自己的歌 因为呃我在教学的过程里面 我我有在教创作哦 嗯 那基本上 这是这样就是说 你只要会说话 你就会唱歌 所以 音乐旋律是语言的延伸啊 所以呢 我会透过现场伴奏的过程带领的参与者 他告诉我们他对于自己心情的描述是什么气氛 比如说他说我是忧郁的啊 我是呃开心的啊 我是觉得有一点点晕晕的或者是觉得云雾飘渺的 他描述完情境以后 我给他音乐的暗示 然后呢 他就在里面很自然吟唱的 把他的旋律唱进他的歌词里 大家一定会觉得很神奇 套柯粮 嗯 我真的办得到吗 我真的跟大家说 80%以上的人一定办得到 只要你会讲话 只要你对旋律有感觉 你一定办得到 那也许会有点破碎 嗯 但是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就是专业创作人的责任了 就是破碎的部分 专业创作人帮你补起来 嗯 我们是透过这个形式 那里面当然还包含我们要做很多的 比如说包含冥想啊 工作坊的分享啊等等 这都是必要的 或者是小组的分配等等 但总之呢 他的结论 结论就是自己把自己当下的心情 的投射丢出来 然后呢 再把自己的心情 做成作品 然后周围的人在给予回馈 那他就是一种很 很去疗愈的一个过程啊 嗯嗯嗯嗯 我知道俊杰是非常善于启发的 所以您说呃 80%以上都能够透过自己的故事去呃 唱出属于自己的一个旋律 哦我到底没有太多的怀疑 不过呢嗯嗯 如果能够实际的看到这样一个场景的话 或许听众朋友更能够确定这件事情是可以成立的 而成立这件事情呢呃 呃我想呃 呃在整个工作方是有一个流程的哦 刚刚俊杰也提到了 对 呃包括冥想 呃可不可以更清楚的来跟听众朋友描述一下 比方说呃一开始是先做什么事情呢 呃那这个新以来好的 好嗯嗯嗯嗯 好啊我们一开始的话 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哦 音乐疗疑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要从外面的世界开始 把眼睛看到内在的世界 嗯 所以一开始我们会带一个静心 呃就是让你开始呢 把你的专注力放到自己身上 好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开始让你去想一些你比较纠结的事情 比较压力还没有释放的事情 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当 investigación 可以面对面接触解封之后 大家都忙着 要赶快回到原来的生活 但是其实大家忘了 就是原来的那些恐慌焦虑 其实没有被你好好的安抚好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们更需要去让自己 能够稳定的一步步走出来 所以我们开始会从你 纠结的压力的 还没处理好的地方 带你去慢慢的去思考 说这一段时间的故事 然后我们会开始帮忙你 去整理出一些很精准的句子 来传达自己的心情 然后开始就有 俊杰的更多的加入 音乐的更多元素 来引导你 去开始吟唱属于你自己的歌 然后我很印象深刻的是 比如说有一个成员 他就写了歌词 他就写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他就一直我不知道 可是真的俊杰也就带着他 我不知道 可是他从原本是那种很 茫然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的那个歌词里面 他最后居然说了一句 我知道了 我觉得是 他自己在唱的过程里面 他开始整理 然后他开始知道了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也很有一次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我们在一个工作的场合里面 去带公司的员工 然后那是很可爱哦 俊杰又邀请其他的同事 因为那个主角 他是在说他的工作压力很大 然后他觉得他好累 他好累 他好累 然后俊杰就邀请大家说 在他每一次唱歌的肩奏的时候 就是肩息都帮他一起喊 我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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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所以他唱一段 大家就我好累 他唱一段 大家就我好累 然后他就觉得 他的声音完全被听懂了 然后最后他就说 我不累了 我就觉得好可爱哦 就是一个音乐真的在一个 我是说很像一个圆的感觉 从那个起点到那个终点 俊杰有接着要跟听懂朋友 再分享的吗 其实大家一定很好奇说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这到底有什么搞头啊 对啊 我跟大家说 这就是旋律的魅力 因为他每一次的我不知道的旋律 一定不太一样 那个不太一样都投射着他 正在滚动改变的心理状态 所以我只要牢牢的抓住他的 每一次我不知道的那个旋律变化 我大概可以抓到 他的心情正在往下挡 或者是往上走 那我们只要推着他 我是个伴奏 当在这个情况 我就是他的伴奏 我只要推着他往下走 或往上走 把他的情绪 更激化出来的时候 其实他的情绪 那些我不知道 就算你有五个 我不知道十个 我不知道 那些我不知道 里面其实都有不同的情绪 和状态 正在宣泄中 这样子 是 我想参加这样一个 音乐牢狱工作方的朋友们 大概心里都有所准备 就是必须一定要张开口说话 那说什么呢 说自己的故事 但是说话容易 要开口唱歌 也未必每一个人都能够像 就是爱唱歌的人一样 就随口唱出 更何况是在没有任何旋律的引导下 刚刚俊杰有说 你会做一个暗示提示 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我是用心仪来作为一个引导 因为心仪也是唱得还好那一种 我被静杰笑很久了啦 就反正负面教材就是我 所以我会不跟朱心仪 做任何的准备的情况下 又让她丢一个当下的情绪 我先以心仪为reference 带她走一次 给大家看 哦 对 就是她当reference做给大家看 然后其他人就可以跟上 那当然有 也有一种情况是 她真的就是有情绪 但她不会唱 或者她不敢唱 那这时候就是我的责任了 那你的文字我来唱 这就是我们 海洋歌最熟的了 就是他们写好的 说好的语言或文字 我帮她唱出来 哦是 就像之前的《微光中分享爱》那样子 对对对 学员写了歌词 或者自己的日记等等的 然后俊杰就帮忙 创作音乐唱出来这样子吗 对对对 但是因为每个人都有 有前面有将近40分钟 一个小时的时间被引到 所以几乎都会很想唱 对啊 我们的经验好像是99% 都想唱 音不准都想唱 而且听到我的负面示范以后 大家都敢唱 都勇敢起来了 那你们觉得这样的一个 包括说唱之后 你们最觉得 带给他们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他们的回馈又是什么 我先说好了 因为心仪会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说法 那我比较感 感性的 感性的 感性的看待 其实我觉得 第一个是我们自己 我啦 我自己先被感动了 先被震撼 被震慑了 所以我才有办法跟他们做互动 这是第一个 那另外呢 就是当 我感觉到他们在透过唱 以及说自己的故事之后 第一个他很有成就感 因为从来没有人想过 自己有一天会有一首自己的主题曲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是 这个主题曲是来自于自己的生命故事 第三个 这个生命故事 是通常95%都是负面的心情 那这个生命故事居然是一个负面的心情 但是他居然变成一个一件美的作品 一个美的事物 所以那个瞬间人会转念 就是我蛮有价值的 然后甚至有人会问说 所以很多那个情歌 那个负面 就是讲了 深思迪迁 负面情歌 是不是他自己这样 所以才这样 我是没有回答 因为当然对我们职业创作者来说 常常不是这样的 就是 是观察来的 但是 也就是说从那个过程里面 每一个人去找到自己的价值 然后重新觉得 自己很棒 我不知道那个很棒回去可以撑多久 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那个很棒 对于当下那一个人 很重要 好 谢谢俊杰 那欣宜呢 我刚才就在想说 我可以说些什么科学的话 可是我在想 他就 他其实整个过程 你说 真的我们收到的回馈里面 我觉得 可能是我们台湾人 真的在表达和回馈上面 就是 比较 都是那种 谢谢老师 真的是非常好 很棒 我觉得我得到了疗愈 然后我知道 我更有方向了 我们接到的都是这样子的 回应比较多 但是 我觉得文字是一个部分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那个当下感受到的 就是我们带领他们的时候 我们也都是投入其中 所以我们能感觉到 那个纠结 那个放开 或者是那个松动 那个转念 我们都在那个过程中 陪着他们一起 喜怒哀乐 我觉得那是一个经历的感受 然后 我觉得最好玩 就很像我写 写这首放心的沉默 然后俊杰把它变成歌的 这种感觉一样 我觉得那是为我们的受苦 或者是为我们这段期间 赋予了很好的意义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活着 是 那种就是 好 就是如果要我说一个 比较科学的话 就是我们的意义治疗大师 叫Franco 在心理学里面 非常厉害的一个大师 他说 人在有意义的状况下 可以承受极大的痛苦 但是如果失去了意义 拥有再多都不会觉得满足 我觉得那就是我们用音乐 在帮他找到了他自己 这一段时间受苦的意义 嗯 太棒了 谢谢欣宜的分享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呢 跟大家谈到的是音乐疗愈工作方 朱欣宇呢 扮演心灵引导者 而王俊杰呢 就是音乐疗愈者 那我们非常期待 疫情能够赶快地结束 让这个音乐疗愈工作方呢 能够实体地举办 让参与者呢 都能够在这样一个 寻寻善游的引导之下呢 透过自己说自己的故事 唱自己的歌 得到真正的身心灵的疗愈 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接受汉阳的访问 而在音乐疗愈工作方的 最后一个阶段呢 会是由黑势力乐方 跟王俊杰 也就是俊杰的音乐搭档们呢 进行暖心音乐会 而今天节目最后呢 我们也要来播放的 就是黑势力乐方的成员之一 是吴美贤所演唱的 《爱的希望》 而这首歌曲呢 就是刚刚俊杰所提到的 跟更生保护会所合作的 争词活动的 获选歌词 透过俊杰的谱曲呢 所完成的作品 《爱的希望》 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呢 就为听众朋友来播放 同时汉阳要再次谢谢 俊杰还有欣怡 接受今天 当音乐来敲门的节目访问 谢谢两位 谢谢汉阳哥 好汉阳在这里呢 也谢谢听众朋友 收听今天的节目 祝您平安 下个星期同一时间 当音乐来敲门 我们空中再会 曾经被囚禁在铁窗 渐渐地失去了信仰 情人都不在身旁 朋友都将我遗忘 最害怕夜晚的光 心变得敏感异常 忍不住一遍遍 忍不住一遍遍回想 泪水湿满了衣裳 重复这样的日常 我提醒自己不能这样 想给自己一点勇气 忍不住一遍 偶尔还是会彷徨 是你为我打开了窗 把黑夜点亮 手触摸不到月亮 至少我看到点点星光 从此我不再害怕黑暗 终于我找到了方向 我的生命有了丰富的影响 这一切都愿意与你分享 重复这样的日常 我提醒自己不能这样 重复这样的日常 想给自己一点勇气 偶尔还是会彷徨 是你为我打开了窗 把黑夜点亮 手触摸不到月亮 至少我看到点点星光 从此我不再害怕黑暗 终于我找到了方向 我的生命有了丰富的影响 这一切都愿意与你分享 是你为我打开了窗 把黑夜点亮 手触摸不到月亮 至少我看到点点星光 从此我不再害怕黑暗 终于我找到了方向 我的生命有了丰富的影响 这一切都愿意与你分享 我看见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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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